大家好,我是开水 吴亦凡此次被北京市朝阳区警方刑事拘留 由于他是外籍公众人物 要拘留他肯定已经掌握了实质性的证据 否则是不会贸然对他采取行动的 情况不容乐观 吴亦凡事件波及道的明星已经有11位了 专业人士分析 吴亦凡一旦构成了犯罪 起步量刑就是3到5年 如果存在情界恶劣的情况还10年以上 甚至是死刑 吴亦凡之所以到如今 与他不知收敛的性格也很大关系 而这一切与他幕后的两位大佬脱不了关系 两位大佬的其中之一 就是吴亦凡的母亲吴秀琴 吴亦凡刚从韩国回来的时候 经纪团队经常换 不便是吴秀琴对团队的话语圈 在公司里从表面看吴亦凡是决策人 而真正的幕后大佬却是他的妈妈 一系列的烂摊子都是吴妈出面摆平 前段时间 都女士曝光了吴亦凡丑闻后 为了维护儿子 吴妈亲自报了警 只不过弄巧成拙 亲手将儿子送进去了 另一位幕后大佬就是吴亦凡的表哥吴云 吴云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在吴亦凡走红后 被吴妈叫来给他当助理 最开始就是照顾吴亦凡的衣食起居 但慢慢的变了味道 吴云渐渐成为了众多资本的连接点 许多资本都是直接与他对接 而吴亦凡旗下众多公司 也大多是由吴云持股 比如说杜美卓前段时间 爆料的面试仪式 就有吴云在后面操办的 可以说吴云也是幕后的大佬之一 而这两位幕后大佬 或将受到吴亦凡事件的牵连 而吴亦凡的粉丝 把他碰得像神一样 吴秀琦是南京人 年轻时长得挺好看 曾经就读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后来和其他学院合并 成为了现在的武汉大学 吴妈妈和吴爸爸 就是五大相识相恋 两人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 吴云凡跟随妈妈移民加拿大 后来远赴韩国当练习生出道 据传来吴云的原名叫李嘉恒 爸爸叫李开明 便于清华五代 硕博连读 现任生态环境部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 早年吴爸爸有想去加拿大看望儿子 但都被吴妈妈拒绝了 后来吴云了很多利器都没有见到 后来吴云回国发展 爸爸想见一面依旧被拒绝 在吴云之后三十年的人生中 爸爸的存在可以是微乎其微 他自己在采访中也说过 自己在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 一直都是他和妈妈过 爸爸仿佛消失了一般 儿子俩从未见过面 也从未联系过 就因为在单亲家庭长大 吴云妈妈对儿子 有很强的掌控欲 不管生活还是工作 吴云凡都听从妈妈的安排 可以说吴云凡从顶流 一招沦落 和妈妈的纵容分不开 每次吴云凡出事 他妈妈第一个反应 不是反思错误 而是想方设法 堵住众人的嘴 而且还倒打一耙 可惜的是这次未能如愿 吴云凡妈妈告都美族 敲诈勒索 最后竟把自己的儿子送进去 就在昨天 有知名的娱乐报主爆料 吴云凡妈妈不愿放弃 为儿子辩护 开始到处求人 更是不惜一切的代价 邀请顶级律师来打官司 不仅如此 就连吴云凡的爸爸都罕见了出面 在昨天官媒突然公布了监狱内生活的一些细节 从前没有这种行为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很明显都是因为吴云凡的原因 根据官媒发布的内容来看 监狱内的生活是非常有秩序的 很少有混乱的行为 连吃饭都是集中管理 井然有序 不过这是24小时被监视的生活 人睡大通铺 厕所就在房间内 而伙食这一块 网友也是相当好奇 韦凡刚宣布被拘的时候 网友就爆出了各种 看守所 拘留所的食谱和作息 以及幻想到韦凡的拘留生活 以官方发布的伙食来看 监狱内吃的算不错了 每日早饭是各种粥 和馒头咸菜 中午会有荤草树 属于荤草搭配 而且还能变换的菜色 可以保证卫生 其实这种伙食虽然很简朴 但是在监狱里已经很不错了 坐牢还能挑什么呢 韦凡虽然人高马大 但是几乎啥事也不会干 从他上节目表现来看 生活技能几乎全废 不过这是四川监狱公布的 韦凡还没有正式判刑 目前还积压在北京看守所 韦凡作为一线明星 他过去参加节目的参标 一天可能就要两到三千 这看守所一天每个人的伙食费 估计二十就不错了 这种落差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